李玉春张亮颖缺席和结婚礼 让亲历2005年超级女生盛况的粉丝感慨不已 昔日的好姐妹如今是否已经渐行渐远了呢 春春好像现在还没有她的音讯 不知道她在哪 没有音讯 给她发了信息她是没有回 也不知道是在忙什么 可能是工作太忙了 那像亮颖的之前 也是 这样的答案让人难免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猜测 难道当年发誓要当一辈子好姐妹的三人 友谊是否已经破裂 9月14日刚办完婚礼的和结出现在某活动现场上 对于她和李玉春张亮颖友谊破裂的消息给予了回应 给亮颖号码发错了 然后那天婚完之后有收到春春信息 对然后也把事情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以后短信微信都不靠谱 因为我给她发了之后她都说她没收到 所以我觉得以后给大家也提个醒 有重要事情通知的时候一定要把电话 有避免不避免误会 对不必要误会这样就不好了 虽然和结轻描淡写地表示都是误会 不过当年的好姐妹结婚连电话都不打 请柬都没有 只能用短信交流 这关系想必早就疏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